問一下MES科就是買外匯車啊 還有注意什麼事項 買外匯車喔 撇開車礦跟板件這個東西 這現在都有第三方的監禁報告 我覺得最主要大家要注意的可能是在於 里程跟配備 239跟車加裝現在基本上啦 價錢當然每個人不一樣 當然可能2萬上下 蛤?! 對 239這麼便宜 他今天可能加你2萬塊錢的東西 可以賣你多10萬 他可以多賣你10萬塊錢 欸那很過分耶 大家好我是阿持 今天呢從我們公司用走的 真的用走的 散不來的 散不來我們這個廠區啊 因為畢竟你是我們公司的一個 新來的人 必須得給你好好介紹認識一下 我們的合作廠商 幫我們辦外匯的一個車廠 也是我們的合作夥伴 自己找一下帶你認識一下 這裡感覺怎麼樣 很氣派啊 我之所以會賣外匯呢 說喔 得靠他 得靠我等下給你介紹的那個人 好 然後我就來找他 我跟你講他非常年輕 年輕有為啊 好 看得到吧 有看到 喂 白 哈囉 你好 來來來 今天 帶我們的新同事啊 跟你認識一下 順便呢 讓你好好學習一下一些外匯車知識 可以帶他稍微逛一下你的車廠 對 老闆讓我逛一下 這就是我們的合作夥伴 然後我們今天來到這個車廠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他們主要賣的車子呢 都是以雙幣為主 然後年份都是三年內啦 都是比較新一點點 像他這邊的話 都是以美規跟加規 加規 對 美規加規 日規也有 歐規都有 但是歐規日規量比較少 喔 量比較少 但是主要是美加規為主 對對對 好 那我剛好我前面有一台車子 考你一下 考我一下 來 前面再來什麼規的 看得出來嗎 以外觀來講 美規 哥哥 是嗎 外觀來講啦 因為他有反光片 外觀他怎麼看 反光片的話 所以他一定是美規或加規 因為歐規沒有反光片嘛 如果真的要看美加規怎麼看 就是看他的B標 他的B標這邊有一個 楓葉 楓葉就是加拿大的 因為加拿大的國旗中間有一個楓葉 對對對 對 如果美規的話就不會有 歐規 這台啊 這台就是歐規的 歐規 歐規就是我們總代理的那種的 對對對 董代理不會自己歐規的 這是德國嘛 對 德國 董代理 像我記得他們都是在 副駕駛這邊 哦 對啦 對對對 這是歐規 德國的 他們不會在駕駛 美加規在駕駛座 但是你還是可以看 他這其實他這上面 還是會有一些車身化碼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一個重點 外車有分美規跟駕規嗎 為什麼有些人會這麼care 美規跟駕規 鐵開選配啊 旅程啊 車控來講 其實大家 會在意美規跟駕規 國外會就是是不是雪地車底盤的問題 台灣不會下雪的 國外會下雪 大家都想說買加州的車子 因為加州是不太會下雪 美規跟加規 其實都是有底盤的問題 其實還是要看車子 一車一礦 問一下MES科就是 買外匯車啊 還有注意什麼事項 買外匯車哦 撇開車礦跟板件這個東西 現在都有第三方鑑定報告 我覺得最主要大家要注意的可能是在於 里程 跟配備 那我們先講里程 大家從查里程都會用carfix來查嘛 那美國跟加拿大都有carfix 但是美國的carfix 基本上都會登記里程 但加拿大的一般都不太會登記里程 這是正常的 很多客人都有問說 為什麼加拿大沒有 加拿大就是沒有 當然你要找一個信任的店家以外 有點規模信任店家以外 回來如果你對里程有疑慮的話 你可以去到一些保養廠 插電腦上去就可以顯示真實的里程 外匯車你們真的要看清楚 因為外匯車竟然說是公里數顯示Milos 注意單位 注意單位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曾經有遇過一個案例 我記得他這樣講 里程數9萬 不寫單位 不寫單位 然後那個客人去到現場買好車 交車過一年 給人家呼車 那個人發現說 為什麼你的單位比較不一樣 結果他是9萬Milos 那差很多 9萬公里跟9萬Milos 要乘1.6 對 要乘1.6 所以9萬就變成14萬 對 其實這個是我之前遇過的一個客戶上的問題 問車的時候 如果他們 避重救星 你問他 里程跑多少 他們要跟你平均去告知 他的單位的話 就有點問題 那這有點問題啦 然後第二個 我覺得要注意的就是 選配 為什麼講選配 當然就是因為現在外匯車 大家對於配備的要求越來越高了 我會買外匯車就希望我的配備好 沒錯 正常 我希望有跟車 我希望有多光速頭燈 我希望有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現在其實台灣越來越多 我們講的影音店啊 或者說工程師 他們都會再幫客人做 或是店家做加裝 加裝什麼 加裝比如說 加裝239跟車 哦 跟車系統 跟車系統 哦 360 360 360我停過 停車雷達 就是什麼都可以 你想到都可以啦 對 電尾門 腳踢尾門都可以 沒錯沒錯 一些車商 會辦一些比較裸配的車子 然後回來加一個239跟車 回來就說 標榜說這個車是有跟車 當然啦我覺得這個 加裝也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今天如果你要注意的是 你買的這個跟車 你買的這些選配 到底是原廠的 還是這個車商回來加裝的 如果是車商回來加裝的話 你就一定要比 買原廠選配的 還要有一點價差 對啊 那很多客人都說 那我怎麼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原廠的 還是後面加裝 我也不可能把它拆開來看嘛 賓士跟B&W 各有一個網站 我可以提供給你們 那你只要車主 或是你去看車的時候 你只要把車身號碼記下來 回去的時候呢 打開這個網站 把車身號碼放進去 裡面就會顯示 這台車整台的選配表 我可以給你示範一次給你看一下 比如說這GLA 這一台 把車身號碼打進去之後 比如說那 這個車商說有239跟車 那你就要看它下面有沒有239 就是這個239 它就是有原廠選配 那如果你的車是有239跟車 然後呢 它又沒有239的選配在裡面 那就是車商自己 100塊加裝 對 100塊加裝 OK 基本上 我這樣講 239跟車加裝 現在基本上 價錢當然 每個人不一樣 當然可以 2萬上下 蛤 怎麼 對 239這麼便宜 它今天可能加了一個 2萬塊錢的東西 可以賣你多10萬 它可以多賣你10萬塊錢 欸那很過分耶 里程跟配備 就是取決於 價錢高低的 最大的因素 差不多就這樣 我還真的不知道239這麼便宜 原廠選配單 不便宜 一勾下去 你可能多10幾萬 對 再教大家一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看到 加拿大的 GOA GOB 跟CLA GOA 這幾個車型 它沒有多光速頭燈 但是它有跟車的話 這個也是後面加裝的 因為在加拿大 多光速頭燈跟跟車 是綁在一起的 對 所以你 如果你在外面 不管是買領牌車 或是說 買外匯車 你只要看到 它沒有多光速頭燈 但是它有239根車 或甚至23P 基本上不會23P 基本上就是回來加裝 對 2萬多塊錢的 對 2萬塊就可以多賣好幾萬了 對啊 這個我還真的不知道 商業機密 商業機密 但你這樣子外匯車廠 你差不多 準備多少錢 具體不好透露 但是 我透露大概 就是 基本上 嗯 做我們外匯 自己辦進來的貿易商來講的話 資金最少最少都是要有 一圍單位 我靠 一定要有一圍單位 因為 你要保持店裡有車 車側有車 海上的船上有車 跟國外的倉庫有車 你這幾個地方是不可以斷掉 如果今天我船上沒有車 我店裡面的車賣光了 我不可能 空 空兩個月 對對對 所以你要保持在這個 這個循環 對這個循環 裡面 你可能 今天店裡面有40台車 你可能還要準備一個 30台 40台車在海上啊 在國外倉庫準備回來 去做這個輪槓這樣子 時間上的問題 從國外回來 基本上到車側玩啊 差不多是兩個 兩個月左右 賣的比較慢一點 車就爆掉了嘛 有的賣比較快一點 其實這個 會停滯的 我講真的 這物件很高 一點影響 都會整個被拉下來 對或是匯率 只要匯率差一點點 我們這一k車子 可能就 就沒賺錢了啦